我最近啊 收到买家一个退货 退货呢 这个衣服呢 裤子 裤子有大面积的这个异物 而且是红色的 丁先生说的就是这条连铁裤 售价155块钱 他说正常情况下买家退回的货物 自己会当着快递员的面 拆封检查 然后决定是否退款 可最近比较缺人手 当时他看到这件衣服外包装完好 吊牌也在 就直接给买家退了款 直到有别的顾客下单 自己检查发货时才发现 这条连体裤有问题 因为我们这个衣服是双层 这个下面里面 而且裤子里面还有一衬 根本就不透 你根本这个衣服 你根本就看不出来任何这个衣服 就是一个全新的衣服 但是当我们发货仔细检查的时候 这个大面积的这个衣服 丁先生说 他通过淘宝平台联系了买家 对方不承认污渍是他造成的 丁先生联系上这位买家 对方说 当时收到东西 穿都没穿就退了 也根本没有发现异样 小周表示 因为这样他才在平台上说 你再骚扰我 我举报你 但对于小周的说法 丁先生否认了 到淘宝那边投诉我 说我这个语言不当 是有那个不文明语言 投诉完之后是对我的店铺屏蔽七天 对我的店铺访客 屏蔽七天 就相当于这七天之内 我没有任何的流量 那你有没有类似的不文明语言 没有 我这个聊天记录全部都在 丁先生之前在平台上进行了申诉 采访时 申诉已经通过了 但他说还是觉得心里不舒服 后来记者也把这些情况反映给了平台 腰宝 黄剑 记者报道 他有 Что来说了量吗 G among death 你就 addition了 宝贝 3